魏无羡在醒来已是三天后 睁开眼 一时反应不过来 自己在那 这是死了吗 魏英 蓝湛 嗯 我在 我没死 嘴被人轻轻捂住 魏英 不许说那个字 把那兔子瘦弱冰凉的手 放到自己脸上妈撒着 嗯 我们 魏英 别说话 你现在还很虚弱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我们是用你给的那张爆破符出来的 傀儡也在我们出来后 一把火烧了 至于金光瑶重伤逃跑 我已传仙督令 整个仙门百家都在找他 还有魏英 我全记起来了蓝望鸡一口气说完 又把头埋在魏无羡手里 嗯 魏无羡知道了 他昏迷不醒的时候 就听到蓝望鸡在耳边一遍遍说给他听 从第一天相识开始 二十多年了 蓝望鸡每件事情都记得清清楚楚 凶 凶掌 他想问问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凶掌知道了吗 嗯 我已传讯告知凶掌一切了 我们不能瞒着他 金光瑶恶贯满盈 凶掌不会顾系的 我只是怕他会再次难过 魏无羡手指指尖 微微在蓝望鸡手心里动了动 别担心 凶掌可以的 嗯 他们之间沟通 已不需要太多言语 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就能知道对方想表达什么 蓝望鸡低头绕着魏无羡的手指 这次魏无羡因灵力耗尽 等蓝望鸡允许他下床 已经是半个月后的事了 私追扶着他出门的时候 魏无羡眼前出现了一个连堂 院子的一角开满勺药 一座清静优雅的小院落出现在眼前 私追 我们这是在哪 他快半个多月没出过门 一直以为是在客栈呢 蓝望鸡向私追使了个眼色 私追便悄悄地退走了 这是我们的家 蓝站 魏无羡感觉腰上一紧 嗯 喜欢吗 蓝望鸡头抵在怀里人的肩上 柔声问道 嗯 喜欢 这里是哪里 这是云深不知处山脚下彩衣镇 找回你之后 我就开始修建这个小院了 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布置好了 本想给你个惊喜的 后来你病重 我又失忆 就耽搁了 没想到这次因祸得福 我想起了所有事 所以你昏迷时 就直接把你带到这里来了 蓝站 魏无羡转过身 两人头抵着头 所有的一切 浸在不言中 魏英 你闭上眼我带你 去看个东西牵着那兔子向门口走去 魏英 睁开眼吧 那门头上的三个字 苍镜有力 比走龙蛇 不正是蓝望鸡的手笔吗 望线鞠 嗯 望线鞠 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蓝望鸡 把人拥进怀里难难道 谢谢你 蓝站 魏英蓝望鸡突然转过头 不理魏无羡了 嗯 你怎么了 我说错话了魏无羡一脸猛 你刚才说什么了 自己想蓝望鸡嘟着嘴 委屈巴巴的 我说谢 哎呀 对不 魏无羡住口了 终于知道那人为什么生气了 他早说过 不许跟他说谢谢你 对不起的 亨蓝望鸡耍起小孩子脾气 蓝站魏无羡抬头 搂住那人的的脖梗 抬头迎上去 嗯 蓝站 我们去买食材包饺子好不好 魏无羡难得起个早 来到书岸边 对着正在看书的蓝望鸡倒 好伸手扶了扶那兔子的发顶 踩一阵 魏无羡想像只兔子一样 在前面蹦蹦跳跳的 蓝望鸡提着各种食材 一脸宠溺地看着自家的兔子 蓝站 我想吃枇杷 魏无羡回过头 指着面前的一筐奇葩 展颜一笑 明媚好齿 眉眼弯弯买蓝望鸡 嘴角微微上扬 勾起一抹浅浅的幅度 浅琉璃色的眸子 深情款款地看着眼前的兔子 蓝站我们买几坛天子笑好不好 嗯 买 蓝站 我要 买 回去的路上 就变成了蓝望鸡背上背着魏无羡 手里还提着各种食材 零食 天子笑 小玩意 蓝站 你累不累背上的兔子昏昏欲睡得到 不累 蓝站 一会回去 我做饺子给你吃好不好 就我自己做 你不用插手 背上的人声音越来越小 直到响起了轻微的憨声 好蓝望鸡柔声回到 魏无羡一觉醒来 没看到蓝望鸡 缓了半天 也没反应过来 现在是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自己好像忘记了什么 敲了敲脑袋 我要干什么来着 这记性 嗯 饺子 对了 我说好给蓝站包饺子的 魏无羡跳起来向厨房跑去 一进门就看到蓝望鸡挽着袖子 正在揉面粉 一脸的专注 虽身在厨房 但依旧是那个折仙般的君子 蓝站你怎么不叫醒我 快快回去吧 下面交给我 你等着吃就可以了 魏无羡轻轻推开蓝望鸡 魏英 你去休息 我一会就好蓝望鸡 可舍不得自己的兔子进厨房 二哥哥 你就让我为你 做点事好不好 魏无羡嘟嘴卖萌 嗯 好 一看到嘟嘴的兔子 蓝望鸡就再也拒绝不了 魏无羡把蓝望鸡推出厨房 看着蓝望鸡揉好的面团 嗯 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对了 擀面皮 堂堂的怡灵老祖 哪会擀面皮啊 擀面杖拿在手里 就是不听他的话 魏无羡一着急 干脆扯了一小块面团 用手扯成薄薄的皮 再放上肉馅 用手一团 成了 一个不知道是饺子 还是汤圆的东西 出现在魏无羡手中 这边蓝望鸡坐在书岸旁 手里拿着一本古籍 可是却一个字没看进去 魏英怎么样了 会不会烫到手 会不会累到 想起身去看看 又怕那兔子急了咬人 他知道魏英想为自己做点什么 就依着他吧 魏无羡看着自己的杰作 一脸的兴奋 虽然样子是难看了点 但应该不影响味道吧 看着锅里烧开的水 魏无羡把饺子一股脑的倒了进去 用勺子不停地翻搅着 嗯 怎么都碎了 还沾到一起了 哎呀 不管了 反正也要嚼碎把饺子盛到碗里 便端着去找蓝望鸡 二哥哥 吃饺子咯 蓝望鸡刚打开门 就看到端着托盘的魏无羡 眼前兔子红扑扑的小脸上 沾满了白白的面粉 可爱极了 让蓝望鸡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嗯 接过那兔子手里的托盘 把他的手拉过来细细查看 还好没有受伤 抬起袖子 细细擦拭着兔子脸上的面粉 把人扶坐到桌案旁 才端过那兔子端进来的托盘 看了一眼那碗里的东西 蓝望鸡暗暗心惊 却不动声色 果然 这兔子包的饺子还真是特别 嗨嗨 二哥哥 你别看这饺子卖相不好 味道还是可以的魏无羡 看着那碗里一坨坨不成形状的东西 也是很尴尬的 嗯 魏英做的一定好吃 蓝望鸡迫不及待地摇起一个放进嘴里 不动声色的细嚼慢咽起来 怎么样好吃吧魏无羡小心翼翼地问道 嗯 好吃摸了摸魏无羡的头 又低头吃了起来 是吗 那我也尝尝魏无羡伸手就要去端另一碗 却被蓝望鸡眼疾手快地抢到了自己面前 魏英 你让我等这么久 我都饿了 一碗不够吃的 这碗也给我吧 吃完了 我再去给你做吃的可不能让魏英吃到 要不他又会难过 觉得自己没用的 可是 魏无羡想说自己也饿了呢 不过看蓝望鸡吃得那么高兴 就给他先吃吧 那我尝一个吧 看看味道怎么样 以后好改善 说着没等蓝望鸡反应过来 就摇起一个放进嘴里 哦 呸呸呸 这什么味啊 蓝湛别吃了伸手去夺蓝望鸡手里的碗 不要 魏英做的就是最好吃的 我要吃 而且要全吃完蓝望鸡躲过伸过来的兔爪 又咬了一个在嘴里口齿不清的道 蓝湛 魏无羡红了眼眶 别哭 真的很好吃拇指指腹轻轻地的抹撒着那兔子泛红的眼眶 魏英 你等等啊 我吃完去给你做麻辣鱼吃好不好 好一滴泪 终究还是滑落下来 只不过是幸福的眼泪 是回费 information 我吃了鸡汤 我也吃回家 刨 和均红的眼睢